大家好,这里是小林峰味的美食频道 对于美食博主来说,做饭是必须的 刀更是我们天天都需要用的工具 所以它是不是快,是不是合手,很重要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在做菜的时候能迅速的把刀磨得快一些 在家庭里,简单又方便的磨刀方法基本上有这三种 第一就是用磨刀石 第二种呢,就是您看到的这种一种钢棍 用刀在上面磨几下 大厨经常用这种方法,很快 还有一款就是这种在网上很容易找到的磨刀器 它非常适合于小型的刀 用一个方向蹭几下 它就会变得很锋利了 操作简单又方便 现在我们主要讲讲用磨刀石 怎样磨出锋利的刀 特别是切菜和手用的那种大刀 用磨刀石磨完了效果会比较好 磨刀石分两面 一面粗,一面细 但是无论哪面,它都不吃水 看,水滴到上面 它很快就给吸收走了 磨刀的时候一定要从粗面开始磨 画着八字磨 磨得感觉到比较均匀了 再翻过面来用细面再磨一次 同样还是画八字 因为只有画八字磨出来的刀 才都前后比较均匀 如果只是狠着劲磨一个地方 这个刀就会出现前后不均匀的现象 对刀不是很好 甚至会出现缺口的现象 另外磨刀的时候千万别灌水 让它一直低速流动着 这样对于刀和石头都好 我们做饭虽然需要快点的刀比较合手 但是也不能用那种削铁如泥的刀 那样还是比较危险的 一不留神,说个话,走个神 容易伤着自己 像这样能把纸卡切开的程度就可以了 好了,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